近來很熱門的參觀景點 不是因為風景迷人 而是因為裡頭的員工和表演者 都是袖珍人 有人養迷你馬 有人開袖珍小吃店 還有精彩的表演秀 也全由這些袖珍的成員們演出 而這位長相帥氣的彬彬 是袖珍王國裡的新成員 四肢和身高只有長人一半的彬彬 從小得面對別人的異樣眼光 所以她總是帶著自卑過日子 但是在加入袖珍王國之後 原主發現彬彬其實不僅長得帥 嗓音也很動人 條件是很不錯的 於是開始訓練彬彬 希望她能成為表演節目的主持人 但是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的彬彬 非常不能適應 還要站上舞台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人們都有力鐵 都比我們力鐵 不要妖王這些 他們就在那裡嗎 比他們還明年一點 不過冰冰看到園區裡 跟她一樣的每一個朋友 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 以及能夠發揮的專長 她終於開始建立起了自信 有勇氣去面對觀眾的眼光 成為培訓主持人之後 她更以之前學過的電腦知識 改善了園區內迷你小吃店的收影系統 因為我從小就想學跳舞 但在外面認識人都是那種正常人 醫生你喜歡跳舞沒人願意教你的 我就已經來 說可以學跳舞 我就是一個報名 小草不只是身材秀珍 還有天生的遺傳奇病 普通人做一次就能上手的動作 她得要練習十次甚至二十次 還不見得做得好 不過喜歡跳舞的她非常珍惜在這裡的學舞機會 咬著牙不停苦練 不想讓自己的夢想溜走 即使外觀上和常人不同 但是他們的積極和努力 比一般人還要多出更多 堅強面對人生的精神 更讓人動容